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半导体分析媒体Next Platform对台积电最近的业绩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,其认为,每三年左右自身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。 有时,这种衰退会导致收入下降,并且总是与晶圆开工率逐年下降有关。 有时候情况十分糟糕,这种下降不仅是年度的,而且还是连续的。 台积电2023年第一季度销售额为167.2亿美元,下降4.8%, 与前四季度的36.1%,36.3%,35.9%和26.7%的增长,形成鲜明对比。 2023年第一季度净收入,比此前几个季度增速都快,但同比下降6.3%,为68亿美元,占总收入的40.7%。 但这仍然很惊人,比台积电过去五年定的平均盈利水平高出三个百分点。 台积电是全球最重要的晶片代工厂,所以不得不问,此次经济衰退到底是一个迟滞指标, 说明企业去年采购过多供应,需要消耗产能。 还是一个领先指标,预测IT市场和全球经济将迎来艰难时期。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期间,台积电没有那么重要,所以并未有相关数据。 但台积电放缓与全球经济放缓之间的时机很有意思。 在外界看来,就像台积电有时领先,有时之后。 不过,开工率衰退是真实发生的。 台积电2022年第四季度,12英寸晶圆产量,创下历史新高,达到397万片。 2023年第一季度,产量同比下降0.6%为370万片。 更令人不安的是,2022年第四季度的下降幅度为6.8%。 2023年第一季度又下降了12.8%。 平均每片晶圆的收入仍然很高,为5181美元。 在2022年第四季度达到历史最高点,为5384美元。 2018年到2021年,平均每片晶圆的收入是3623美元,并且一直在逐渐上升。 当然,原因在于台积电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运算引擎代工厂。 而令台积电源期大商的是手机销量和个人电脑晶片销量的迅速下滑,属于台积电称之为高效能运算HPC的范畴,如CPU、GPU、FPGA和ASIC。 相比之下,台积电202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显示,物联网、汽车、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细分市场仅占其收入的22%。 有趣的是,所谓的HPC细分市场收入增长2.1%,销售额为73.6亿美元。 手机晶片制造收入下降19.1%,因此,如果忽略个人电脑晶片市场,即使经济有点波动,数据中心晶片制造势头可能仍然很强劲。 数据中心晶片,包括伺服器处理器、GPU加速器、FPGA、网络转换和路由器、ASIC、SmartNIC和DPU晶片等。 是否能将这些数据中心从PC和HPC领域的边缘产品中解放出来?台积电并没有透露这样的讯息,而且将HPC部分用作数据中心的代理是值得怀疑的, 因为有很多个人电脑数据。考虑到台积电晶圆厂利用率正在下降,由于晶圆代工厂需要最大限度的运行才能产生利润,这种下降总是不利于其发展。 同时,台积电2022年下半年,电力成本上升了15%,今年起上升了17%,而且N3工艺节点的爬坡量产阶段和一般的通膨也在重创利润。 考虑到这些所有因素,台积电需要削减成本。目前,资本支出预算预计在32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之间。 台积电重申,在HPC和手机细分市场的驱动下,今年将大力推进3公益,充分利用其可承受的产能增长今年第三季度营收,其今年晶圆产量百分比将占位数中值。 改进N3E工艺,并在今年下半年批量生产。N3和N3E的产线数量,是开发周期同一时间点的5奈米工艺,所设定的水平的两倍以上。 台积电在今年的2023北美技术论坛也予以的证实,其宣布,2奈米制程在量品率和原件效能进展良好,将如期于2025年量产,并推出新3奈米技术。 其中,强化版3奈米N3P制程预计2024年下半年量产。 台积电介绍称,相较于升级版3奈米制程N3E节点技术,2奈米在相同功耗下,速度最快将可增加15%,在相同速度下,功耗最多可降低30%,同时,晶片密度增加于15%. 随着3奈米制程已记录量产,N3E制程预计于2023年量产,台积电进一步推出更多3奈米技术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。 台积电这次4月底在美国,加州圣塔克拉拉市举办的北美技术论坛,重点还是公布的3奈米工艺的最新进展和路线图。 其中,最引人关注的是,N3X工艺将在2025年投入量产,为高效能运算HPC领域提供最强的晶片制造能力。 而N3X则是台积电3奈米工艺家族中最强悍的版本,它可以在相同功耗下比N3P提高5%的效能,达到1.2伏特以上的电压水平。 这对于一个3奈米级别的工艺来说是非常极端的,也意味着会有很高的功耗和发热问题。 因此,这个工艺只适合用于HPC级需要极致效能的处理器,并且需要晶片设计者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温度和功耗。 实际上,台积电的3奈米工艺家族包括4个版本,分别是基础的N3,成本优化的N3E,效能提升的N3P和高压耐受的N3X。 其中,N3E和N3P都是基于N3的光学缩小板,可以降低复杂度和成本,同时提高效能和电晶体密度。 而N3X则是专为HPC领域设计的工艺,可以支援的电压和频率,从而实现更强的运算能力。 根据台积电的数据,与5奈米工艺相比,N3E可以在相同频率下降低32%的功耗,或者在相同功耗下提高18%的效能。 而相较于N3E,N3P则可以在相同功耗下提高5%的效能,或者在相同频率下降低5%至10%的功耗。 同时,N3P还可以将电晶体密度提高4%,达到1.7倍于5奈米工艺的水平。 这些工艺都将采用FinFET结构,也就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厂效应电晶体MOSFET结构。 这种结构已经被台积电使用了多年,并且有着成熟和稳定的特点。 不过,在2奈米级别以下,台积电将采用新型的GAAFET结构,也就是全渣场效应电晶体GATE ALL AROUND FET结构。 这种结构可以进一步提高电晶体密度和效能,并且降低功耗和电流泄漏。 台积电称,由于2奈米制程在量品率和原件效能进展良好,将如期于2025年量产。 先进封装方面,台积电正在开发具有高达6个光照尺寸约5000平方毫米, 重度线层,RDL中介层的CoOS解决方案,能够容纳12个高频宽记忆体堆叠。 三维晶片堆叠部分,台积电推出SOICP,作为系统整合晶片SOIC解决方案的微图块版本, 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进行3D晶片堆叠。 有关设计支援,台积电推出开放式标准设计语言的最新版本3D Blocks 1.5, 旨在降低3D IC的设计门槛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2023北美技术论坛上表示, 客户从未停止寻找新方法,利用晶片的力量为世界带来令人惊叹的创新。 台积电也持续成长进步,加强并推进制程技术,提高效能、功耗效率及功能性, 协助客户在未来持续释放更多的创新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感谢。